那你也刚才说了 我们把感性的事情先放一放 第一今天是一个 跟梦想跟挑战有关的主题 对吧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要挑战的一个事情 我讲要挑战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吉尼斯的记录 用一只羽毛球拍 编四个球 超过四分是什么 这是我要接下来挑战的一个项目 我特别期待后面的结果 女士们先生们 进入我们今天的梦想时刻 第一次上舞台 来挑战这个项目 环境 灯光 可能会受一些影响 准备好之后 随时告诉我 我们就计时开始了 好吗 可以了 来 三 二 一 计时 开始 一颗球拍 四颗球 用时四分四十秒以上 不要忘记这个吉尼斯世界记录 是他之前自己保持的 今天是要挑战自我 因为他每一次触球 条件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过程中 风的扰动 球的这个 偶然的这种相碰 都会对整个这个过程 产生性的影响 已经过去了一分钟 加油 哦 哦 哦 鸡毛球可能会出现 就是说 球碰球的这个状况 控制四个球 尽量不要靠近太多 就是说 颠这个球的同时 只要有一点点 小的细节没做好 就可能导致四个球 一连串的落地 已经过去两分钟 点到两三分钟的时候呢 精力和体力 出现了一些 小小的状况 感觉 三分二十二 离你自己的世界记录的目标 还有一分二十秒左右 真的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子毅 不容易 不容易 挑战不一定是为了成功 而是为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 变得更加地强大 我为了我的梦想 一路走下去 谢谢 谢谢大家 你刚才整个的表现呢 通天下来 我们的三位 是否能够帮你 进入年底的梦想胜变 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刘老师 手里有一个非常特长的 这样的一个运动技能 会增强人的自信 虽然刚才你挑战失败了 但是我觉得 每一个失败是为了更好的成长 尤其是一个初创的项目 它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困难 红灯亮起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陈老师 在一个比赛场上的 这种羽毛球动作呢 往前往后 有技巧 也有智慧的博弈 能不能在这方面 再有一些更多的创新呢 所以我今天虽然给一个蓝灯 但是我还是希望 看到未来 你有能有突破 好吧 好 谢谢老师 凯润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觉得你是对成功的 在你这个年龄里 超出你的年龄的 这样的一个看法 你能很清晰地看到 成功不是那么容易 要一直坚持 然后要克服很多很多的困难 所以我给你 通过 谢谢老师